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利用猪拔戒 20分钟赚60元的小项目 下面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一个操作 首先大家自己打开百度 打开百度 搜索猪拔戒 打开第一个猪拔戒.com 然后大家进入 进入首页 进入首页大家在这个右上角这里 大家搜索淘宝评价 点击搜索就会进入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有很多 很多这个淘宝评价的这个任务 我们就是做任务赚钱 然后大家就说 你像这里有10页20页 有很多任务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里面找 大家看没有追加评论赚钱 一付担保金就找这样的 41个图标 找这样的 有很多 有很多 我们就是利用这些东西来赚钱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 不能的话拿不到钱的 第一个的话就说 已经支付了这个保证金 就说已经支付保证金 已经支付担保金 否则的话我们帮人家做拿不到钱 理解吧 一定要选择这个已经支付保证金的 好多的 你想这里都是最佳评论的 比如说像这个 一个反例网的推广 50块钱已经有35个了 对吧 看一下 我们往下面拉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合格 说明这个可以做合格 对吧 合格 像这样的论文的话就比较 比较容易做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能赚钱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淘宝里面买东西 对吧 我们自己在淘宝 对吧 我们在淘宝里面买东西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确认付款的时候 我们要给人家一个评论 评论之后 我们还可以追加评论 追加评论 然后我们追加评论 跟我们评论 我们帮别人发广告 帮别人发广告 发一下他的 发一下他的这个反例网的 反例网的广告 或者说别人的这个 淘宝课的广告 你发自己的广告 地址也可以 做个淘宝课的网站 然后别人就给一块钱给我们 你像这个是两元一条 有两块钱的 有一块钱的 就说大家尽量找价格高的 就说 对吧 你自己在淘宝里面 以前不是买过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去那个追加评论 你帮人家发一下他的广告 就一块钱两块钱 这个就是我们赚钱的这个原理 然后大家一定要认真看他的要求 看这个论务的要求 知道吧 否则的话 一般的你像这个都合格了 说明这个可以做 说明他不严格 这里有这个需求的详情 一定要看见他的任务要求 否则的话是拿不到钱的 也要看任务要求 自己以前买过东西的 可以去追加评论 或者说当我们需要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评论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量上不去 然后思路延伸一下 身边的朋友进去买东西 身边的朋友进去买东西 评论 对吧 我们可以帮他们去买 然后评论我们赚钱 分别人一半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收别人的评价 这个的话就可以做大 你自己就说 搞一个这个任务群 很多人现在都在做 我们团队很多 很多人都在做 就说搞一个任务群 然后里面招一百个人 对吧 他们肯定以前买过东西 对吧 然后让他们去评论 评论完了之后 把他们积掉 然后又找人 对吧 给他们赚钱 不要收他们一分钱 当你有很多一些淘宝 杀讯 搞评论的都收别人的钱 收什么保证金 最后都是骗子 大家就说 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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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很多人都买过很多东西 最少有几百个评论 理解吧 一个评论的话 你就能赚五毛钱 有的是两块钱 高的是两块钱 你就能赚 赚一点 一点五元 你给别人五毛 对吧 如果你给别人一块 也可以 这个就看你自己 第三个 大家可以到其他的一些微客平台 不光是猪八戒 不光是猪八戒 其他的微客平台也有任何 不光是猪八戒 大家百度搜索 百度搜索 微客网 对吧 微客中国 微客亭 都可以 大家要学会这个延伸 百度搜索 微客网 大家一定要学会放大 要学会放大 否则 一定要学会放大 否则赚的永远是小钱 一定要学会放大 否则 永远赚的 赚的是小钱 大家自己一定要学会放大 否则赚的永远是小钱 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自己如果在操作过程中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发邮件 给我发邮件 思路很简单 包括怎么操作 对啊 自己打开 然后搜索淘宝评价 帮别人去评论 就可以了 以前我们买过很多东西 可以去追加评论赚钱 自己以后买东西的时候 给人家评论 也可以赚钱 然后我们信仿好友 对吧 可以帮他们买赚钱 或者说我们自己 开一个任务群 对吧 招一百个业务员 让他们去评论 然后赚钱 或者说自己百度搜索别的平台 去搞 大家一定要学会 这个思路的延伸 非常重要 然后一定要学会放大 走则站的永远是小钱 感谢大家一起来 对网站神殿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大家再见